1月1日,有网友偶遇贾买亮,带着女儿甜心的餐厅吃饭,一同迎接新年。 父女俩同穿白色衣服,面对面点餐,画面十分恶心有害。 照片中,甜心梳着可爱的丸子头,笑脸蛋肉嘟嘟的,一脸认真严肃的盯着菜单,笑模样特别可爱。 或许是因为室内温度较高,虽然能看出来隔壁桌的客人还穿着厚厚的冬装,但假买亮却是脱下了外套,只穿着白色T恤坐在餐厅中。 父女两面对面坐着,认真地看着菜单点餐,画面十分温馨。 甜心长大后越来越有小淑女的气质,坐在爸爸对面,闻闻静静看菜单的模样甜心又可爱。 但毕竟个头还是不够高,笑甜心坐在桌前搬动大大的菜单,看起来资质还是略微有些困难低。 父女两似乎是已经选择完毕,假买亮转头叫服务员帮忙点餐。 假买亮趁着空旋假期,与女儿一同吃饭过新年,真都很温馨幸福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买菜了。